監視器畫面中 一輛銀色轎車緩緩通過路口 這時候白色轎車衝出來 毫不減速從銀色轎車的車尾撞下去 被撞車輛轉了180度 下巴都掉下來 但肇事駕駛這時竟然落跑了 車頭被撞爛肇事駕駛依然要逃 開往社區的小巷內 以為這樣就能躲避警方追棄 幸好有熱心民眾及時打電話報警 告知警方肇事車輛的所在地 事件就發生在三十一號晚間十點多 在高雄小港重明街和港壽路口發生車禍 肇事的單身駕駛因為酒駕心虛 撞車後就躲到高雄小港的中鋼社區尾巷 車頭都被撞得稀巴爛還能開 已經算是奇蹟 警方逮到人他的酒測值高達0.8 酒駕還照逃 登信肇事駕駛最佳一等 同樣的在台南有一名男子 吸毒後駕車更誇張 深夜失控直接撞進民宅 冰浪灘整個撞翻了 車頭全毀 住戶被撞擊聲下醒 跑下來看車頭全擠壓變形 現場一片狼藉碎片四散一地 還撞倒台電變壓器 造成周邊店家停電 鐵捲門打都打不開 店家也無法營業真的很無奈 二號凌晨三點多 台南永康的大灣路上駕駛開著 一台租來的白色轎車 突然失控撞上路邊的檳榔灘 當時駕駛還一度受困車內 被救出時精神恍惚 警方在他的車上搜到6.5克的毒品 和吸食器 懷疑是毒駕念火 警方在嫌犯車上搜到毒品 是否毒駕還要再釐清 不過這些民宅和店家的營業損失 他都要全部賠償 TVBS新聞照立固守昌林家 易高雄台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